我們看這一題 他要求這個 他的最小值 那他問說 當他答最小值的時候 這個時候x等於多少 這個要求最小值 相當於是求這兩個數相加的最小值 因為這是常數 好,那我們現在 就來求x加 x分之四的最小值 我們用什麼呢 算數平均數 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來做 成為x分之四 什麼時候等號成立呢 當什麼,當這兩項 相等的時候等號成立 當x 等於x分之四十 等號成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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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等號成立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這個就是答最小值 x分之四 等號成立 那等號成立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x分之二 因為他說x分之二 也就是說當x分之二 也就是說當x分之二的時候 這個他最小值 這個最小值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x加這個 這個是等於二 x分之四 x分之四 大也等於四 當等號成立的時候 這個 當x等二的時候這個等號成立 也就是說x 就是x-1加上x分之四 大也等於四 減一等於三 也就是說x-1加x分之四 他最小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三 他的最小值是三 m等於三 什麼時候等號成立呢 就當x等於二 就當x等於二的時候 等號成立了 就當x等於二的時候 就算了 就當x等於四 封一的